大雨不停的下 溪水也带着滚滚黄泥奔流而下 这是民众在新北市仙殿区 北一路二段拍下的场面相当震撼 因为雨势实在太大 而且有大量的雨下在山区 因此溪水暴涨造成着惊人的场景 另外在一处蜿蜒的山坡路 道路出现滚滚黄泥流 还带着碎石冲到整条马路上 水深及脚踝 马路都被泥水覆盖 已经看不出路面圆貌 民众说原本还试图冒雨走下坡 但是无奈这水流实在太强劲 差一点就被冲走相当的危险 在新乌路也有惊人的场景 马路上出现大量的黄泥 还夹带着碎石块 全是因为这场雨势 造成水流冲刷土石 在新店的一处住宅区附近 又有民众拍下 狂风猛的袭来还挟带着雨势 仿佛是台风的风雨 让民众走在路上都很困难 新店时雨量破败 新店安中路口因午后大雨 造成路面大量积水 车辆开过 溅起大片水花 新店公所赶紧进行排水处理 2号下午的雨会下得这么大 中央气象署指出 这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影响 台北新北都下起惊人雨势 一路下到晚上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台北车站的附近 我们可以听到 现在是雷声连连 轰隆隆的雷声 伴随着雨势不断地降下来 可以看到现在马路上是有浅浅的积水 有这个车辆路过的时候 都会溅起不小的水花 不过幸好都没有人员受伤受困 积水也都陆续地退掉 不过午后的这一场大雨 的确让不少双北民众都受到警察 本身委员张欣康旭 全台北新北报道